正常在8月5日派成績表的惠豐 面對近期監管調查憂慮降溫和利率吹升等利好因素上 會不會為今次的成績表加分呢 今集節目我們會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Jason 我見到惠豐在8月5日即將派成績表 其實他5月份已經舉行了投資者策略日 當時見到他的股價已經有一定炒作 短線來看是否都差點驚喜 今次驚喜是獻豐的 因為其實見到上一次出過業績 其實都相當理想 其實已經增長了九成以上 其實都叫市場起出莫外 最主要來自減值撥備減少 以及一次性的收益 令到營起有這麼大的飆升 但見到今次第二季裏 未見有再大的元素發生 因為其實撥備方面不會再次大幅減少 因為已經減到撥備很低 再加上去第二季 未見有新的消息去炒作或資產出售 所以今次第二季其實沒有這麼大的驚喜 股價有機會在業績前都會有一點點憧憬 通常只要有憧憬 股價也會有支持 所以未來也有機會在八十八或者九十元 這位置試試 能夠穿到九十元 但要站穩九十元 相信真的要有一個相當強勁的業績 可以支持得到 那對匯豐即將派的這張成績表 有什麼預測和看法呢 以預測來說其實按規 都有機會是下跌十至二十個百分比 因為見到今次來說 沒有一次性的大幅減值撇除 還有一些出售資產的收益增加 所以今次的季度業績 其實應該算是一般的 但大家留意一些較為利好的消息 就是未來美國方面的業務 都會持續改善 以及美國方面的資產都可以繼續提升 受惠的是美國方面的股市上升 以及經濟復甦 另外就是派息方面 看看今次會不會繼續 以增加派息去吸引股東 去增持匯豐 另外畫賬方面的改善 都是會控制一個賣點 但一些較為大家留意的 一些利淡的訊號 因為環球的低息政策 其實令到整體環球的 一些做傳統的銀行性業務 增長的確是受限制的 這會令到借貸 其實都會較為疲弱 這也是匯豐一個資理淡的因素 接下來要留意環球的方法 會否都是以兩泛寬鬆為之主導 如果繼續是這樣的話 其實匯豐核生業務 都很難有一個大的增長 Jason剛才也提到 短線的亮點來講就是欠奉 那投資者可以怎樣去部署呢 中長線來看 是否一定要中長線這樣開呢 短炒又行不行呢 接下來如果這幾天 在業績公佈前 大家都會有一定的充喜 再加上股市也有一定的突破 如果股價可以上到90元 其實可以先行獲利 因為匯豐過去這段期間 都是78至90元這個位置波動 所以在90元沽了之後 真的可以做一個短炒 到80元這個位置再去吸納 但是如果以一個長線角度 如果你打算拿到10年8年 其實這一刻的確實不應該走 只是做一個短炒 可以先行90元獲利 OK 謝謝Jason 今集節目時間夠了 下一集會和大家前進一下 即將在8月14日公佈業績的騰訊 好 我們下集再見